我跟你講真的太過分 一個月裡人家二十萬 你的老闆屍骨未寒啊 沒有啦 就人還不是 沒有對不對 才進去官媒多久 暗情生死未卜的 對啊 你現在就已經怎麼樣 烤肉胖來歡欠了嗎 不過 你剛剛提醒了我一點 就是說其實民眾黨 就是一個宗教團體嘛 你知道宗教團體 要凝聚信眾的心 最重要一件是什麼 就是要有神機 要活人獻祭 讓現在就把柯文哲 把它變活人獻祭 要讓柯文哲就是變成烈士 你知道我想到周楚楚傷害 裡面他可以開始在 被所謂的射擊的時候 大家還是繼續很開心 唱著歌 長幅沒有發生事情 是啊 完全就是這樣 你柯文哲你如果不 送上那個斷頭台的話 那我們民眾黨怎麼活下去 你沒死為什麼要活 而且你一定要 不只會這樣你還要很慘 對啊 你一定要這個 很慘的這個 對 我跟你講其實就是這樣 要很悲壯 笑太厲害 要最淒慘的那一種 是 而且還要在 他那個火烤上面就這樣 有那種 所以火烤有沒有 就是要用這種方式 然後如果在這一次 這一役裡面 把柯文哲送上了一個斷頭台 送上了一個祭壇 柯文哲如果 沒帶沒帶可以回來喔 那更厲害 可以講什麼 你看我們柯文哲 就是無辜的 就是被民眾黨迫害了 民眾黨迫害了 就是就可以扯一堆嘛 那如果他不信 真的就是被抓去關了 他們外面的人講說 阿伯 我們還是會在外面 這個誓言去把你的平反 我們還是會在那邊繼續 秉持你的理念 秉持你給我們的儀訓 我們會繼續在 在你的小嫂 繼續來延續你的那個震壇 把阿伯當那個毛巾 擰出最後一滴水 是 反正不管怎麼樣 簡單一句話 你沒事 我怎麼換 所以這些人真的 就是要把柯文哲送上斷頭台 那柯文哲說不是耶 我沒有不要交保的 你記不記得 那時候還問我說 對 就有人說 他絕對不會交保 他有這樣說 讓你跟你說一下 搶身搶下去 變成怎麼樣 他就不好意思說 其實我想要交保 好 上公 上一波 好 可以喔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